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段时间日本央行 晚上是瑞士央行以及英国央行分别公布了相应货币的利率决议以及他们最新的政策声明 因此昨天一天几乎所有的金融产品都出现了巨大的震荡 那么就澳洲方面来说 昨天澳洲200指数还有轻微的下跌 由于金融股昨天继续在受到英国影响 使得昨天主要的澳洲200截止收盘是下跌了大约是0.02% 几乎是拉平 但这也是连续第六天澳洲200出现了下跌 中国方面上证指数和深层方面虽然没有太大的变化 但是也有轻微的大约是0.5%至0.6%左右的下跌 那欧洲方面我们知道 由于昨天晚上有一个特别大的事件 使得欧美股市经历了一个几乎来说是大反转 一开始的时候 欧美股市都经历了相对于比较大的下跌 但是在昨天晚上 欧洲时间的时候 英国方面一个支持英国留在欧洲的议员遭到了枪杀 那也使得现在留欧和独立的两方阵营 目前都是暂停了各自的市场宣传 那使得市场有人猜测 有可能英国的大选 这不是大选 就是投票会因此而推迟 因此这个潜在的风险被降低了 所以昨天的股市在这个事件之后反而是上涨 黄金价格则出现了40美元级别的暴跌 那么在美国方面的话 刚才也说到一开始是下跌 由于后来英国的刺杀事件 使得英国有可能公投会推迟 因此风险的话 对于市场来说再次被降低一些 所以美国股市到最后的时候终于是不再下跌了 最后还涨回来了那么一点 那么在大宗商品方面 原油继续出现了第四天下跌 而且跌幅较大 跌幅达到了4% 那么截止到现在为止 石油价格距离最高的52美元 几乎下跌 已经达到了10% 现在重新回到了47美元附近 英国油大约是48块钱 那今天我们就来着重说一下的是 昨天这个英国投票事件呢 有可能被推迟 使得市场风险的现在的预判呢 得到了大幅下降 那我们刚才说到呢 除了昨天 四个央行分别公布了自己利率决议 以及他们的货币政策以外 另外一个重要的事件呢 毫无疑问呢 就是英国的那边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四大央行 我们知道呢 美国无疑就是老大 他在昨天早上率先宣布美元 并没有再次加息 引发了美元的大跌 是其他非美货币以及黄金连续的大涨 那接着呢 在昨天白天到晚上时间 实际上来说 这个日本 英国和瑞士三个国家 虽然他们没有美国那么强大 或者说影响力那么大 但是我们知道三个臭皮匠 顶一个诸葛亮 何况呢 他们这三个国家 也都是老牌的资本主义强国 所以这三个国家的央行 在同一时间 同一天 不是同一时间 同一天 各自站出来宣布货币政策 毫无疑问呢 也会引起了这个市场的重大震荡 特别是日本 我们知道日本现在已经是负利率 但是它的物价迟迟上不去 市场上一直就在推测 日本央行将会再次降息 或者说出台更多的货币政策刺激 但日本呢 这两个月 应该说是骨气非常的硬 它始终就是没有再次降息 也没有再次印钱 那这就使得呢 这个预期值啊 原来大家是觉得你要降 你现在呢 没有降 这就等于说起到了一个深的作用 日元呢 对美元在昨天消息发布之后呢 是连涨了200个点 那至此 日元对核美元的汇率 目前已经上升至2013年的水平 也就是说2013年到现在 三年时间里面 日本政府出台了各种经济政策 到现在又是一场空 重新日元是退到了原位 而且我们还要记得啊 这是在美元不断上涨的背景下 才会发生的啊 也就是说 如果抛去美元上涨 超过15%这个因素 日元实际的涨幅高达4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第二个事件 就是昨天晚上啊 英国那边 原先呢 大家都知道 这个英国退欧现在的这个民意调查 是越来越倾向于是离开欧盟 但是昨天晚上呢 出现了一个刺杀事件 就是有一个支持英国独立 不是叫独立啊 支持英国离开欧盟的人呢 刺杀了一位英国支持英国 留在欧盟的国会议员 这刺杀事件呢 就直接导致了 现在双方阵营呢 都暂停了各自的宣传攻势 而且市场猜测很有可能 英国首相呢 会宣布推迟这个大选 来稳定住这个局势 那如果真的他推迟这个投票大选的话 那么毫无疑问 现在来看 围绕着英镑这个风险因素呢 将会大大的下降 换句话说 我们先不说他出来结果是离开欧盟 还是留在欧盟 光是推迟这个消息 就足以把英镑推上去两三百个点 我们从这个黄金和股市上 已经非常明显的看到 这个消息一出啊 黄金的价格就直线回落 昨天下午的时候 黄金曾经还创下了两年的最高 1318 到今天早上的时候呢 最低已经到了1375了 下跌幅度达到了接近于40美元大关 这是非常不正常 所以其实现在的情况呢 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乱 如果你没有时间 你只能几个小时看一下价格的话 那我们建议 最好现在是不要操作 观望为主 但是呢 说句良心话 现在呢 每一天出现的这个机会 的确是非常的多 有的时候你像这个日本日元也好 日经指数也好 一天上下三四百个点 这么大的波动 只有几个月才会出现一次 现在在一天之内呢 出现多个这样重量级级别的波动 实际上如果我们能够有时间盯盘 操盘的话呢 就是你买入 真紧紧的盯着 涨上去的时候不动 一旦下跌马上抛出 像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呢 盈利的这个 或者说我们投资的机会 还是非常多的 但是我再说一点 如果大家没有时间 目前呢 是不太适合的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澳洲指 先来看一下单个产品 澳洲指数 澳洲指数呢 我们说到 昨天说到呢 5150是关键线 破了5150 下方就是150个点的距离 昨天晚上 由于欧美方面呢 把澳洲200呢 是拖下了5150 最低到达了5000点 以下 那么虽然说错了 虽然没有到5000点 但是掉了5095 就下去了 大约是60个点左右 60个点左右 但是呢 昨天由于我们挂单 是挂在5140点 我最少呢 一般会采用 40至50个点的止损 这个止盈 但昨天呢 这个止盈 没有到我们的价格之后 又回去回弹 所以被平仓处局 非常可惜 非常可惜 那今天来看呢 目前澳洲200的挂单策略 可以考虑的是呢 是在5205点挂单买入 而下方的话呢 我们则考虑在昨天的低点 大约是5095点的价格呢 考虑挂单卖出 接着看澳元方面 澳元我们知道呢 也反复说到呢 澳元从0.745下方 昨天 在白天时间不到10个小时之内 从745掉到728 跌幅呢 也达到了160个点 所以 其实现在的这个市场波动 是非常的大 是不适合我们 做波段交易的 除非你有时间 我们刚才说到 是一直守在电脑前面看 所以呢 从今天的情况来看 目前我们可以参考的价格呢 可以考虑 一样 买入单 依旧是放在7510 那么卖出单呢 则以昨天下方的一个关键价位 大约是7320左右 来选择卖出 7320 接着来看一下澳元 那澳元呢 其实整个波动呢 和澳元是比较相似 昨天是打穿了关键线 这个1.185卖出单 之后的话呢 是连跌六七十个点 最多达到了1.1128 跌幅呢 达到了78个点 那还好 这个78个点的波动 是超过了我们 平时设置的45至50点的盈利 要不然的话呢 别看昨天晚上是跌了78个点 但是到了现在 不但这78个点完全补回 还上涨了八九十个点 所以说 如果我们昨天晚上 没有设置盈利点平仓 到现在呢 反而会打到我们的止损价 止损价 所以我们知道呢 其实有的时候呢 现在只能是 在市场波动的时候 要快行快出 切记谈心 切记谈心 那么今天我们欧元 可以考虑的策略呢 整体上来说 可以在1.1410的价格 考虑挂单买入 以及下方 1.1095的价格呢 选择挂单卖出 挂单卖出 最后来说一下黄金 黄金我们要着重提一下的是 昨天黄金价格 下午的时候 一度是冲上两年新高 1.1318 但是在短短的六七个小时之内 自从英国发布了这个刺杀事件之后呢 英镑 这个黄金是下跌了 接近于40美元 这是非常不正常的 非常不正常的 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 既然它跌了40美元 它有可能会有强力反弹 但是也有可能是急需向下 因此我们就在分别在上下 靠近现在价格的一个关键点呢 挂单 挂在1288的价格 选择挂单买入 以及下方 1274的价格呢 选择挂单买出 最后投资者今天需要注意的事件 加拿大核心通胀数据 澳洲时间是晚上10点30分 以及到了明天凌晨一点钟呢 欧洲央行行长将会发表讲话 换句话说 今天晚上 加元和欧元将会有较大的波动 那感谢您收看今天 Gold 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我们下周再见